美国22岁花季少女惨死狮子口中 整个人被狮子活活吞食 现场惨烈无比 那头狮子也被射杀 然而美国民众却纷纷为狮子喊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狮子真的冤枉吗 事情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事件的受害者名为亚利山德拉·布莱克 今年22岁 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 他对于动物学十分感兴趣 充满了热情 致力于从事动物相关的工作 所以他在大学期间 就在美国的三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实习过 而且还参与了不少野生动物相关的保护工作 这些经历提升了他的专业知识 也让他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使命感更加强烈 但就在他逐梦的路上 却遇到了此生最大的劫难 也彻底断送了他的逐梦之路 2018年 布莱克在北卡罗来纳州 百林顿保护中心实习 这个保护中心是专门用来保护 以及救助研究保护动物的场所 在这里生活了超过20只大型猫科动物 保护中心为这些猫科动物员提供了安适的居住环境 每年会吸引上千万游客前来观看 这样的一个保护中心 对于布莱克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于是他加入了饲养员团队 在经验丰富的饲养员的指导下 布莱克很快就适应了这里 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那天布莱克和另外一位饲养员正在围栏内做清洁 正常来说围栏内会有一道安全门 安全对于这样的保护中心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 所以只有经过培训的员工才能进入围栏 而且这些围栏之间还有很复杂的锁定机构 来确保在正确操作下可以保护饲养员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防止动物逃脱 另外保护中心对于员工进入围栏的要求也很高 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个区域工作超过6个羽的员工才能进入 而且这些围栏的大门也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打开或者是关 这天负责关门的工作人员在将狮子引诱到另一个区域后 便将大门关闭 然而这一次却出现问题了 当工作人员把大门关闭后 大门却因为一个玩具球而没有彻底锁紧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围栏内 一头狮子用脑袋顶住了大门 并将没有锁紧的大门推开 慢慢地走出了围栏 此时正在清理围栏内的布莱克和另外一个员工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异常 此时 雄狮和他们之间毫无障碍 狮子虽然长时间和人类接触 所以并未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但此时背对着狮子的布莱克正不断地刺激着狮子的本能 最终 狮子还是朝着布莱克冲了过去 狮子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布莱克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本能 直接冲了过去 他扑倒了布莱克 并抓住了他的脚踝 被扑倒后的布莱克吓了一跳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疼痛 但是布莱克并未丧失理智 他用尽浑身力气攻击狮子 尝试将狮子赶走 但是面对这只体重高达230斤的狮子 他的攻击是那么的弱小 随后 狮子将他拖到了外围的围栏 和布莱克一起工作的员工也立刻行动起来 他不断地吸引狮子的注意力 但没有任何用处 狮子将布莱克扑倒后 本能地咬住了他的脖子 巨大的嘴巴咬住布莱克的气管 不断地拖动着他 此时的布莱克感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看到阻止无效 另一位员工立刻喊来了紧急救援人员 他们迅速采取措施 努力拯救布莱克的生命 但依旧没有任何用处 此时布莱克已经奄奄一息了 保护中心立刻报警 接到报警后 警方也迅速出动 来到现场后 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随后他们尝试用麻醉剂来放倒狮子 却没有任何用处 在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使用枪械 一声枪响后 狮子倒地 大家纷纷上前将布莱克救了出来 但为时已晚 保护中心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停止迎客 并准备择日宣布重新开圆日期 动物园在一则声明中表示 对一名工作人员的去世感到极度悲痛 不过对于这件事 美国一些民众却有着不同的声音 他们表示 那只狮子只是在展现自己的本能 不该被杀死 眼前这只母狗即便已经下肢瘫痪了 但是依旧没有忘记交配 甚至自创出了躺平式交配法 而且还被全村的狗玷污 短短几年的时间生下了50多只小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眼前这只母狗名叫豆豆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它的下肢已经瘫痪了 但此时竟然躺在地上 任由身上的狗 对它行苟且之事 而且旁边还有几条狗 似乎是在等待轮到自己 而被公狗压在生下的豆豆 却毫不在乎 它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当时豆豆还是一只健全的小狗 它有个女主人叫小李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小李居住在城市边缘 在这里 它没有亲人的陪伴 它感觉很孤独 在孤独感的驱使下 它收养了一只小狗 并为其取名为豆豆 豆豆的活泼可爱 让小李再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对于小李来说 豆豆已经可以算是他的家人了 是他心灵的寄托 但是小李和豆豆快乐的生活 并未持续很久 那天早上 小李带着豆豆出去散步 然而小李因为一时的疏忽 导致豆豆被一辆 急驰而过的汽车撞倒了 小李赶紧把豆豆送到宠物医院 但好在豆豆保住了性命 但可惜的是 豆豆失去了后知 变成了一个残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李没有放弃豆豆 而是用自己的耐心来陪伴着他 眼前这只母狗 即便已经下肢瘫痪了 但是依旧没有忘记交配 甚至自创出了平躺式交配法 而且还被全村的狗玷污 短短几年的时间 生下了50多只小狗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在小李的鼓励和陪伴下 豆豆也学会了用钳匙来缓慢爬行 每天早上 小李都会把豆豆抱到一个小广场上 让他在这里晒太阳 附近的居民们 也渐渐习惯了 这一人异狗的存在 有时候还会去主动给豆豆豆喂食 给他加油骨气 也对小李这种不放弃的精神赞叹 不过小李发现 自从豆豆来到这个广场上后 周围经常会有几只狗围着豆豆 最初小李以为是小狗之间的社交行为 所以并没有在意 但是慢慢的小李发现不对劲了 自家豆豆的肚子怎么越来越大了 去医院一检查 结果是豆豆怀上小狗了 此时小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自家瘫痪多时的小狗居然能怀上孩子 但是为了豆豆的健康 小李也只好把这些小狗生下来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 然而接下来一段时间 豆豆经常刚刚生下一窝就又怀上了 这期间的间隔不会超过几个月 这让小李十分疑惑 自家狗狗到底为啥会怀孕呢 为了找到答案 他开始跟踪豆豆的行踪 每天秘密观察他的日常 试图找到豆豆一直怀孕的原因 最终小李终于找到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为了找到自家小狗经常怀孕的原因 小李开始跟踪豆豆 秘密观察豆豆的日常生活 最终想小李找到了原因所在 那天他跟着豆豆来到了广场的草地上 随后躺在了地上 紧接着那些公狗就围了上来 和豆豆进行交配 而豆豆非但不反抗 甚至看起来还很享受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的小李十分震惊 他看着豆豆这熟练的样子 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偶然 但是小李又不敢直接将豆豆关在家里 毕竟豆豆之前失去双腿后一直在家 整个狗都要抑郁了 这要是再把它关在家里 那估计得弃绝身亡 小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豆豆已经怀孕很多次 前前后后一共生下来50多只小狗 小李把这些小狗送给亲朋好友 可依旧还有20多只 小李很担心豆豆的身体健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小李找到了当地的一个专家 专家对这种情况也很好奇 于是亲自去小李家中调查了一番 最终给出的答案 却让小李十分惊讶 专家表示 问题出在你这个主人身上 原来是因为 小李平时使用的化妆品有问题 其中有一些可以影响狗狗荷尔蒙的成分 这种成分对于人体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狗来说 却会导致雌性荷尔蒙严重超标 从而更加吸引异性 当得知原因后 小李赶紧把化妆品全换了 并加强了对豆豆的保护 从此豆豆再也没有怀孕过 小李赶紧把化妆品全换了